18世纪的威尼斯水虫 有浪漫优雅的艺术建筑 有蜿蜒水像和摇曳青州 除了五媒多姿的美景 那里还有享誉欧洲的良美狂魔 塔萨诺瓦 她一生勾搭了无数女性 上至贵族夫人 下至虔诚修女 还写下4543页的自传情史 欢迎来到小春电影 我是小一 这一次分享真认真实改编的 塔萨诺瓦 男主角为出演过段贝山和蝙蝠侠前传的 西斯莱杰 开场不到三分钟 一个渣男的日常就展现出来 威尼斯到处在上演 以卡萨诺瓦的故事为蓝本的戏剧 事实证明也如此 她为人风趣又博学多闻 女人都抵挡不了这般诱惑 而卡萨诺瓦的经历异常旺盛 如同遍地行走的圣宝胶囊 比如她正在和伯爵夫人约会 恰好对方丈夫临时回家 一转眼的功夫 她又跑到一位凶女的寝室 只不过卡萨诺瓦的风流世纪 早被凡帝纲大主教盯上 就在淘宝途中 她还不忘拥吻另一位凶女 可以看出卡萨诺瓦的脑子里 只有人体震动学 能够燃起她浴火的 永远是各种各样的女人身体 因为勾引凶女 卡萨诺瓦惊动了宗教局 总督决定以放荡罪来处置她 好在亲王非常赏识卡萨诺瓦 即是解救她于危难之中 但同时亲王也提了一个条件 让她必须在三天内 找一位正统女士结婚 以挽回其日渐狼藉的名声 否则的话 她将被逐出威尼斯 卡萨诺瓦本可以远赴他国快活 可因幼年时 母亲离家出走前 曾许下诺言 说自己定会来威尼斯找她重聚 所以为了等待母亲 即使带上婚姻的枷锁 卡萨诺瓦也要留在威尼斯 经过千挑万选 她看中了城里大名鼎鼎的 处女维多利亚 这个女孩像出水扶容一样 从未与任何男子接触 气质好的就像一座圣母雕像 很快 卡萨诺瓦找到女孩父亲提亲 没想到维多利亚和其他女人一样 也被卡萨诺瓦的魅力所征服 见面当天 她迈不开腿 挪不动步 还激动得差点把鸟笼拧断 可维多利亚有个隐身的备胎小哥 就住在她家对面 对方看到这一幕气得火猫三丈 为了抢回心中的女神 她硬是要和卡萨诺瓦比武 可备胎小哥偏偏是个弱鸡 连心爱的女人都不敢告白 加上剑术又稀巴烂 怎么可能跟文物双全的卡萨诺瓦相比呢 幸好被她小哥的姐姐雅典娜决定代替出展 按照传统套路的走向 男女主角开始碰面 决斗当天 两个人剑拔怒张拼了个你死我活 就在卡萨诺瓦趁机不备 揭开她的面具 才发现对手竟然是个叫雅典娜的女子 这么一弄反倒引起了卡萨诺瓦的兴趣 出于对雅典娜的好奇 卡萨诺瓦开始暗底跟踪 并发现她就是著名的男权作家迪迪 因为当时 威尼斯不给女性写书的权利 所以她只能借男人的名号出版 写了大量传播女子思想觉悟的读物 与众不同的女人 总会给卡萨诺瓦带来刺激 拉迪娜的思想前卫 饱读诗书又主张男女平等 对于见惯父亲女人的卡萨诺瓦来说 她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但还没等卡萨诺瓦开始行动 就遭到了致命一击 拉迪娜已经和人订婚 她的未婚夫即将来访 巧的是 她自己也有着未旅行的婚约 而长期以来 卡萨诺瓦的风流烈性 和做着迪迪的异端思想 惊动了梵蒂冈的教会负责人 主教让身穿紫色长袍的总督 前来捉拿两人 隔日一早 雅连娜的未婚夫诸由商人 带着几十相见面里来到了威尼斯 因为当天要见未婚妻 她顿时感到非常紧张 卡萨诺瓦的一大特点 越是困难 越要迎难而上 面对情敌 她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斗志越烧越燃 只不过卡萨诺瓦 直到正面硬扛肯定不行 所以她干脆出了个阴招 为了阻止朱尤南见面 卡萨诺瓦谎称是女方家的仆人 平时把她带到了自己家中落脚 在交谈过程中 卡萨诺瓦偷发朱尤南的行李箱 发现对方是作家迪迪的头号铁粉 于是她和仆人唱起双簧 假扮自己是作家迪迪 结果朱尤南受宠若惊 要求卡萨诺瓦帮自己形象改造 就这样 卡萨诺瓦让仆人捆住朱尤南 撒上橄榄油和不合粉 崇拜偶像的朱尤南深信不已 全部一一照做 接下来 卡萨诺瓦又假扮成朱尤南和雅典娜见面 她之前事物巨系通读了对方的著作 以便于聊爱情感物式得心应手 然后卡萨诺瓦装模作样 拿着界面礼去提亲 让丈母娘对她赞不绝口 就在这时 她也得知雅典娜家中负债累累 被逼嫁给朱尤南来还债 虽然雅典娜十分抗拒 可她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另一边 总督手下跟踪卡萨诺瓦多日 一伙人前往她的家里后 找到正在享受斯巴尔的朱尤南 因而得知对方才是雅典娜的未婚夫 一时间总督明白 她和朱尤南都上了卡萨诺瓦的当 结果从朱尤南的口中 总督误以为卡萨诺瓦是作家迪迪 这下可好 她的身上具备了放荡和异教的两大罪名 于是总督计划 择日就抓获卡萨诺瓦 时间来到狂欢节上 卡萨诺瓦带着雅典娜飞向了天际 她当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爱意 作为高冷傲娇的学者 弗兰西斯最瞧不起的 就是把女人玩弄于鼓掌之中的渣男 尽管卡萨诺瓦说的汉天阵地 可仍没有捕获雅典娜的芳心 而为了成全卡萨诺瓦的爱情 导演也让剧情往狗血上发展 例如猪欧男准备以帅气的面貌迎接未婚妻时 却不料和雅典娜母亲看对了眼 两人一见钟情 相识当晚就夜游威尼斯水城 狂欢节过后 总督以散步不当联论和风流诚信为由 试图抓捕卡萨诺瓦 卡萨诺瓦本想一人揽下罪名 没想到雅典娜承认自己是敌敌 最后总督干脆将两人一同缉拿归案 送上绞心架准备出行 但拥有主角光环的两人 怎能轻易挂掉呢 所以本片出现了神反转 关键时刻 教皇带着一个神秘女人出现 他对着总督说 今天是主角声誉 肯定不能见血 这一番话让卡萨诺瓦和雅典娜死里逃生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教皇是由一个演员假扮 而那个神秘的女人 却是卡萨诺瓦的母亲 他们不仅是情侣关系 还是小剧团的台主 因为听说儿子有难 两人乔装打扮成主教等人 开着道具车前来搭救 最后依靠朱佑南的货船 这一行人脱离了险境 就这样 卡萨诺瓦抱的美人归 和多年未见的母亲重逢 朱佑南直接升级为继父 强行取下雅典娜的母亲 而卡萨诺瓦和维多利亚的婚约 靠着备胎小哥的努力也迎刃而解 他和卡萨诺瓦互换身份 正好代替对方旅行婚约 虽然电影圆满收场 但在现实生活中 卡萨诺瓦不曾为任何女人停下脚步 即便是王公贵族 还是平民百姓 或是才女淑女 他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 享受官能是自己一生的事业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徐多男性会像卡萨诺瓦一样 喜欢周旋与女性之间 不断更换爱慕对象 从性理学的角度 有人将这种行为称为卡萨诺瓦综合症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渣男 他们又是异性与之交往 通过诱骗洗脑欺骗 达到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目的 话说回来 罗志祥对感情不忠 我没有看法 范冰冰被罚八个亿 我没有感觉 林志玲和日本人结婚 我没有伤心 可当我知道 你们没打开订阅的小铃铛 看完视频 不点赞不留言 不三连击 却在别人视频下方 侃侃而谈时 我的心彻底碎了 好了 感谢观看小陈电影 我是小一 下期栏目 不见不散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